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看着这个男人 他一脸笑容看着我 我心里很矛盾 既渴望父爱 又害怕这个继父对我不好 但是我相信妈妈的眼光 也接受了他们 从那以后 我们一家四口人就在一起生活了 继父和哥哥对我很好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自从有了继父 妈妈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哥哥对我也好 什么都让着我 让我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家庭温暖 本以为生活可以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仅仅两年后 母亲在下班路上遭遇车祸 意外离世了 妈妈去世之后 既父撑起了这个家 也没有抛弃我 没有再去 抚养着我和哥哥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 既父因为常年累月的疲劳 身体也不好了 更大的打击是 哥哥在工地上不小心摔了下来 摔坏了腿 成了残疾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很差 所以我也就没有选择再读书 高考后 我就去找了份工 没事的时候呢 还在家照顾哥哥 哥哥到了找对象的年纪 可是没有姑娘看上一个 家穷又残疾的他 看着既父着急的样子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嫁给哥哥 既父和哥哥听到后都很震惊 但是我其实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一是既父养了我15年 我也应该报答这个始终没有抛弃我的人 二是多年相处 我早已经对哥哥有所喜欢 我知道他对我也有感觉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是可以相爱的 就这样 我们结婚了 一开始 邻居们还议论纷纷 但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没有血缘关系 有相爱的两个人 当然是可以在一起的 后来 他们也就不说什么 结婚后 日子过得很简单又平静 但是我很知足 嫁给心爱的人 又能为既父养老 我想妈妈在天上也会欣慰 只是 既父的身子越发不好了 第五年 既父到了弥留之际 在临终前 拉着我说了一个秘密 我一听就傻眼了 原来哥哥并不是他的亲生孩子 而是他死去大哥领养的孩子 这件事我和妈妈哥哥都知道 但是让我懵的是 我才是既父的亲生女儿 当年 既父和妈妈在一起恋爱 既父为了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一时糊涂偷盗 最后呢 被抓起来入了监狱 那年 妈妈怀孕了 也不顾家人的反对生下了我 搬到异乡 一直等着既父出来 既父出来之后呢 收留了失去大哥领养的儿子 又找到了妈妈和我 他们怕我一时接受不了 才一直瞒着我 临终前他才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我听完之后 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虽然惊讶 但我早已经把继父 当成了我的亲生父亲 如今知道了 他确实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埋怨他呢 如今 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和丈夫生活得也很幸福 今生 我拥有了太多的爱 也一定会好好生活下去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